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向西南方向行驶八百多千米 跨过滔滔东去的黄河 就来到了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免池县 县城向北约八千米 这里就是养韶村 这是一座普通的中国北方村落 悠闲静谧却也显得平淡无奇 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养韶这个名字是既熟悉又陌生的 那么提到养韶文化 大家知不知道它首先是在哪里发现的呢 熟悉是因为它曾经出现在中学的历史课本里 但是很多人可能早就忘记了 所以又显得有那么一点陌生 感谢观看